3月6号是24节期当中的金泽 与其他的节期相比 金泽是一整年中气温回升最快的时候 那么从中医角度来看 表示春季开始 而天气回暖 欢迎刺激医院中医师就特别的提醒 尤其有心血管疾病或者是高龄长者 这段时间应该要留意天气的变化 调整穿着和饮食 才不会身体不适 3月6日适逢24节期中的金泽 与其他节期相比 金泽是一整年中气温回升最快时候 霍连慈忌医院中医部医师刘俊贤表示 从中医角度来看 金泽表示春季开始 天气回暖 人体气血运行开始变化 可多过运动饮食和穴位按摩等 让身体随着节气慢慢适应 开始养生调整 从中医的角度而言 人体阳气渐旺 阴气渐衰 气血运行也开始了变化 进入春季的养生期 在饮食上 宜多持些温热的食物 来温理散寒 如韭菜 洋葱 大蒜 香菜 生姜 葱等 这些食物性肝胃腥 不仅可以屈风散寒 而且还可以抑制春季病菌的滋生 另外 精致的时候 应该遵循春日以省酸增肝 移养脾气的养生原则 多吃些性温胃肝的食物 乙健脾 这些食物包括了 糯米 黑米 燕麦 南瓜 扁豆 红枣 桂圓 核桃等 那这里来介绍一些 情致养生的方法 像是瑜伽 冥翔 这些方式都可以帮助我们 平衡我们的情绪 不宜 进行激烈的运动 应该选择走路 慢跑 太极拳等比较和缓的运动方式 内观却在于我们手横纹 三指幅的宽度 两斤之间 这里可以做按压按摩 达到情致养生 精致后天气开始变暖 但是寒冷的天气活动人较频繁 这时候人们不可以急于换上春装 尤其是有心血管疾病的老人 更应该注意天气预报 注意根据天气能暖 来调整自己的医装 医师提醒 台湾流感病毒 耗发季节横跨冬季至春季 而今值大约在三月 就是流感流行的季节 有需求民众可施打流感疫苗 让体内多一份保护力 用肥皂勤洗手 并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一旦察觉身体不适 应及早就医治疗 也提醒民众留意天气变化 调整穿着 记者长邦彦华女士报导